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期初秋爱用唇膏试色合集 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秋天了嘛 虽然现在中午还是很热 然后早晚会比较凉 我怎么在评论天气呀 反正就是今天要分享这些口红呢 全部都是比较适合秋天的一些口红的颜色 然后一般秋天呢 比较爱用的唇膏的颜色 都是一些土橘色 然后红棕色 或者是一些就比较偏欧美风的颜色 反正也都是一些比较适合黑黄皮 就比较显白显气色 然后又很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的颜色 那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往下看吧 还有今天我要先说 就一定不要忘了 就弹幕都评论然后都转发 好那就开始今天的视频 然后先说 就应该要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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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表演 唇釉的部分第一支就是这个Mistin的17号 这个就是我当时在泰国盲选的一支唇釉 然后拿回来就忘了 前几天有翻东西突然找到它 就觉得这支唇釉就没用过来 然后就上嘴试了一下就觉得 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啊 它图案之后就是一个超级好看的 一个奶茶棕色 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豆沙色 但是我觉得它是那种刚涂上去之后 颜色不是特别的深 然后会越来越深的那种颜色 它是那种刚刚涂上去是非常非常润的 然后会迅速的变成哑光的状态 但是不会拔干也不会沾杯 颜色饱和度又够 最近我就是还挺喜欢用它的 重点是它的价格好像还挺便宜 一来着就二三十块钱吧 然后它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适合秋冬 又很欧美 推荐 越 divide 越来越来越 museum PLAY 越来越滕 越来越拿走 最织呢就是完美日记新出的一套唇釉 它的质地也是那种完全哑光 然后不沾杯的唇釉 就跟刚刚我用的那个Mistin的那个唇釉是一样的 就是用起来它们两个的感觉非常像 就是上嘴的时候是那种很滋润的 然后也是马上可以变得很哑光 然后也不拔干的状态 饱和度又很高 然后这个色号是904 就是一个枫叶红的颜色 也很适合秋天 然后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 跟我很爱用的那个Make的Chili的颜色非常像 它们这次出的唇釉真的惊艳到我 我觉得它们的颜色呀 然后质地呀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 跟我很爱用的那些欧美的唇釉的质地非常像 这个颜色也真的太好看了 非常显摆 推荐 这个颜色呢也是完美日子的颜色 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看的土橘色 然后涂色能更偏多一点 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是写了我的名字 我觉得它后涂就是非常好看 然后涂起来就有一种很欧美 然后很有气场的感觉 这个颜色我简直就是涂一次的时候就爱上了 当时看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 然后它这个哑光雾面的质地又很不容易掉色 我几乎涂这种口红的话一整天都不用补妆 而且我吃东西的时候又很不容易碰到嘴 所以就是很喜欢涂这种唇釉 然后我刚刚忘了说它这个哑光的质地 做的要比刚刚的那个Miss Tim做的要稍微轻薄一些 就是它涂在嘴上然后干了之后 不会有那种非常紧绷的感觉 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然后跟我这个小指甲的颜色也很搭 你们之后会发现我秋冬真的很爱涂这种颜色的口红 推荐 我还是 sampling短独特的 这是什么 这个唇釉的颜色呢 我就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重口了 就是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颜色吧 它也是泰国的那个intuit的那个唇釉 这个唇釉的颜色就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土棕色吧 然后它里面是那种完全金属质感的 就是这个涂上去之后就更欧美了 然后它的质地也是那种比较干的质地 但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黏 就是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干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还挺好看的 就是分人吧 感觉喜欢这种颜色的会特别喜欢它 然后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会完全不喜欢它 我在说什么 这个颜色呢就是Hidden他们家的那个偏见 嗯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涂完之后就觉得自己 超级温柔 这个颜色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裸的一个奶茶色 然后里面又有一些比较细闪的一些小偏光的颜色 我觉得还挺适合就是刚刚到秋天这个季节的 嗯觉得它配上一些就是同色系的一些小毛衣啦 就会显得超级的秋天 然后又显得很温柔就很温暖吧 这支呢就是我为数不多的纯蜜中我觉得最喜欢的一支了 这个颜色我觉得是那一套中最适合秋天的一个颜色了 推荐 其实呢就是我嘴巴上现在这个颜色就是这个make的chili 我觉得看到颜色你们就应该很熟悉了吧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能代表秋天的一个颜色 反正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我秋冬的时候涂这个颜色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很少有把口红用到用到就是还剩这么多的 已经算是我用了很多的一支口红了 它就是一个很好看的砖红色 然后我觉得它涂在我的嘴上就嗯没有那么的深 就是更偏橘一些 然后也很日常又很显白 质地也特别好就是也不会特别干 也不是那种非常滋润的那种 反正这个颜色口红我觉得它应该是鼻祖吧 反正就是这种颜色口红还是最爱它 散开 这支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MAKE的唇膏 然后它这个颜色好像也是挺火的 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吃土色 这个颜色也是看你本身的唇色吧 就是我本身的唇色比较深 在我的嘴上就会稍微的偏棕一些 但是唇色比较浅的话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偏红棕的感觉 这个颜色也是比较偏欧美风多一些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之前火的 一塌糊涂的这个泰国的beauty的这个唇膏 然后它的色号是09就是最火的那个豆沙红色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放在秋天口红的推荐中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吧 它是一年四季都挺适合的 但是我这个人春夏会更喜欢涂一些比较红啦 就是比较橘的颜色 像这种比较温柔的颜色 我觉得还是在秋天涂会比较好 这个唇膏它也是我众多唇膏里面的一只长青树 就是偶尔想起来它还会觉得它非常好看 然后它的质地虽然是哑光的 但是完全的不干就很滋润 颜色又这么的温柔 就一般我很懒的化妆啊 化的妆比较淡的时候会想要吐它 然后秋天嘛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会给人一种比较温柔 知性 温暖 重点是这个颜色还挺不挑肤色的 就是对黑黄皮还挺友好的 还是很推荐 对黑黄皮疙瘩 这支呢是国货UKISS的唇膏 然后它是09号焦糖巧克力色 虽然它的膏体看起来是这种非常重的这种巧克力的颜色 但是上嘴之后居然是这种透明感的这种唇膏的质地 然后颜色涂起来也没有这个膏体看起来颜色这么的吓人 突然之后觉得它居然是那种很日常的裸棕色吧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的这种透明感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涂起来也挺显气色的 价格也很便宜 就是还是也很适合秋天啦 发现出课的歌曲 这支呢是Nurve的一个偏粉调的豆沙色 其实这支口红我涂它的频率不会特别的高 因为我觉得比这种浅颜色的口红 深颜色会更加适合我一些 它的颜色和质地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涂在这种黑黄皮的脸上也不会特别的显黑 秋天如果穿的比较干净啦像比如说白色的一些高领毛衣啊 我就会选择用这种颜色的口红 它呢我觉得裸妆涂比较合适 就会稍微显得有气色一点 这支的颜色呢我觉得它就跟刚刚的那些口红都有一些区别 它是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的颜色有一点点偏霉掉 这个颜色我感觉它还挺特别的我很少有这种颜色的口红 这个颜色我就觉得它跟我这个就是干玫瑰花的颜色很像 但是它的膏体是那种比较润的 就是持久度不是特别的好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那种稍微干一点 哑光一点的口红 最后一支了 这支呢就是三星亿的909 这支口红是我爱了快两年的一支口红 我都是秋冬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涂它 几乎每天都会涂这个颜色 也是跟我指甲的颜色非常配 这个颜色也是当时他们家出这一系列的口红的时候 也是出了一系列的那个指甲油嘛 所以这两颜色就非常配 然后也非常的秋冬 但是它的那个唇膏的膏体是那种非常非常干的膏体 就是特别干 我个人是很能接受这种非常干的雾面口红的 因为它特别干嘛 所以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持久 就很不容易掉色 所以这个颜色一到秋天 我还是会把它拿出来用的 终于都是完了12支口红 我觉得我的嘴巴有一丢丢的不是 那今天分享的这些口红的颜色呢 都是我非常精心挑选出来的 觉得比较适合秋天的一些口红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 然后你们有什么比较想看的视频呢 大家都可以评论告诉我